我认为我们看到他们对马斯克的担忧 是因为他看起来不能被收购 我认为当有人独立思考时 不能在每一个问题上和他们保持一致时 这总使左派的人感到紧张 即使马斯克可能有些左派或中间观点 但他仍然非常支持自由和言论自由 我认为这导致左派紧张 拜登政府近日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 国团全部长马云尔·卡斯 在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上 试图解释委员会成立的目的 不过外界质疑 委员会是为对付马斯克收购推特 将其笔作《奥维尔在小说1984》中描写的 专门制作假新闻的真理部 有趣的是这个开始的时间点 你知道这个虚假信息委员会 所谓的真理部和纳粹帝国 以及过去独裁统治相比较 这和推特收购时间有关 我认为这非常可疑 麦尔斯表示建立委员会是寻求在政策上控制人们的言论自由 我们实际在说控制和管理言论自由 我的意思是这是在国土安全部的管辖下 理论上美国人能够分享故事或新闻 但现在左派不能再控制推特这类地方 我认为他们在寻求在政策层面上这样做 这比我们看到的科技大公司的所为更危险 麦尔斯还说 美国人已经在参与对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战争 我认为美国一直在滑向社会主义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批判理论被允许在学校查根 我们看到迪斯尼和网飞这样的公司 接受了社会主义因素 这是我们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文化产争 里根总统说得最好 每一代人都必须打败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 我们自己现在也在这场战斗中 新唐人电视台华府记者站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